大家好 我是做了集装箱的老燕 然后它这里面你看它一个细节 我们整体的钢骨架 刚才讲到外面是铝单板 然后中间填鸡胺子 这里面也是铝扣板 为什么铝扣板最好不要用铁的 因为它每天要进行销杀 铁的容易腐蚀和生锈 铝合金是不容易腐蚀的 这上面顶部有一个大一体的空调 有很多人说站着检测多累 实际上它能不能坐着检 你看它可以坐着检 没问题 这边就是放我们的生物样板 这里一个打开 它就生物饰管就这样放进去 它就可以进行免接触对吧 要讲话是不是它放在这边 然后我们按一下这个 按一下开关 我这里就可以讲话 外面就可以听到 所以它的一个设计 虽然地方不大 五脏计全 大家可以感觉一下这个空间 还是很宽敞的 地面我们都是做了一个叫什么呢 防尘防静电的PVC地板 所以这个在符合这种镇压环境 最大方位的去呵护采样人员的安全 是基于设计这个的一个初衷 就能够拿到这边